市長昨天上節目專訪 說中央政府紓困預算8400億是亂花錢 中央早上公布了最新的紓困方案 請問台北市政府是否要馬上跟進跟上中央的腳步 另外高雄捷運被列入紓困的對象 北捷跟其他的公車業者受到更大的影響 卻沒有被列入 請問市長怎麼看 中央公布紓困方案 其實地方政府因為是執行單位 還是要在那個基礎上再去研究怎麼執行 所以這個通常也不是你早上公布 我們下午就有辦法發布說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要幾天的時間來做準備 至於說紓困還是那一句話 公平就好不要搞成雙標檔